在街舞的領域當中 不只有被巴黎奧運作為指定項目的Breaking 還有Lucking Popping Hip Hop 還有Greenography 四個不同的項目這次中正被街舞全都納進來 最後結果是蘋果家族 蘋果家族 來自高雄的蘋果家族 恭喜 歷經兩年的溝通 協調 街舞比賽的成績 終於得到了體育署的核准 成為升高中和大學的依據 參加比賽的同學和青年選手們 也為先前比賽 錄製影片的長輩們抱不平 看到街舞又有中正杯我覺得很棒 然後第一次 之前沒有參加過比賽 所以我就來報名了 然後就上台玩玩看 其實我覺得影片裡面的一些長輩 他們已經有盡力去模仿到那些標準動作 雖然沒有做得好 但是我覺得被拋紅是蠻難過的事情 很少這種在台灣那種超大型的比賽 然後可以看到那麼多志同道合的人 然後一起在這邊 然後快樂的跳舞 也希望家長們放心 如果這已經納入學校體制 政府也是等於政府在關注的一項 未來在世界上 我們有機會贏得各項世界獎牌的成績的時候 請大家放心讓你的孩子能夠去學跳舞 學街舞 這是一個好的運動 主辦單位希望每個跳舞的孩子 都能得到家長和學校的關心與照顧 也希望喜歡跳舞的孩子 能夠有一個自由發展的大舞台 眾天新聞綜合報導 每個集合 都能夠爺 把門活動 都非常好 但是關注的 我們城市 都能夠的 都是大門活躍 都能夠的 那些裸子 每個地方之ty 都是大門活躍 都能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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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